台中市停车管理处之前才爆出新任处长规定每个月举办一天的制服日 让员工倍感压力 而现在又传出了24号将举办两个小时的抒压活动 员工可以请公假来参加 被民众认为观感不佳 对此台中市停车管理处回应 考量到员工工作压力大 每年都会安排一次抒压课程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工作效率 台中停车管理处被爆料 将举办两小时的抒压活动 员工可以请公假 让来洽工的民众觉得观感不佳 台中市停车管理处24号上午10点到12点 替员工安排抒压活动 这回是手作袜子娃娃 通知简讯还写了一句请以公假登记 让不少人不满 认为公务人员领人民薪水 不但可以免费输压 还可以请公假 对此台中市停车管理处解释 每年都会举办一次 类似进修的输压课程 希望降低员工工作压力 提升工作效率 工作压力大 所以我们就是启动 所谓的员工的协助方案 所以在整个法律上 都是合法的 台中市停车管理处强调 员工请公假都有依照规定 其实台中市停车管理处之前 才报出新任处长 规定每个月举办一天制服日 说是要增加同事向心力 结果让员工倍感压力 如今又为了降低员工压力 让他们请公假上输压课 再也有争议 记者中部 众老百姓